你们好啊 这头饰可真好看 将来我也要戴上一个 戴上一定漂亮 眼前这个酷似你老婆的美女 正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 自从舞会飞过世后 李隆基就患上了抑郁症 高丽是为了能让李隆基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就把玉环请到黎原为她编排歌舞 而玉环也确实在舞蹈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没多久就把哥哥地狱的舞蹈学了个遍 高丽是眼见时机成熟 于是故意给两人制造偶遇的场面 当李隆基看到正在翩翩起舞的杨玉环后 瞬间就看待了 由于天色太晚看不清楚长相 李隆基只觉得眼前的女子有些眼熟 而这时的玉环见皇上来了便立即停止了跳舞 带着队伍过来拜见李隆基 臣妾叩见陛下 起来起来 起来吧 谁知抬头一看瞬间惊喜 玉环 是你啊 在高丽市的牵线搭桥下 两个人促膝长谈了很久 而这次的见面玉环也非常开心 回到家后还不停地在茂茂面前炫耀 说皇上不仅喜欢她的舞蹈 还和她说了许多的家常礼短 她还跟我说了好多话 问我会不会跳弧弦 扑罗门 她说到了你 说我什么 说你温和宽厚 不像有的王子 把王妃牢牢地关在府里不让出门 父皇既然这样喜欢你 以后你和姨妹多进宫去陪陪她 好 咱们换衣服去 不得不说茂茂还真是大方的很 可她不知道的是这一陪就把自己媳妇彻底陪进去了 自从晚上李隆基看到玉环仙女般的舞蹈后 她就彻底失眠了 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眼睛一闭上也全都是儿媳妇的身影 而自五会妃过世后 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想念一个人了 此时的李隆基也是万分的懊悔 如此美妙的女子竟然不是自己的 她越想越后悔 一连好几天都对玉环念念不忘 这天早上的时候 李隆基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思念之情 于是她便找到高丽氏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 这女子实在是可爱 比卉妃年轻的时候还要妇媚动人 可偏偏是茂儿的王妃 高丽氏一听这话就笑了 她表示既然陛下你喜欢 不妨常常把她赵进宫陪你唱唱歌跳舞 你老糊涂了 常召她进宫那闲话少得了吗 再说宫中有宫中的规矩 不方便吗